这个孩子不是说你说想生就生 人家现在要和你离婚 他想的是和你离婚 离开你这种女人 周老师 这边是吧 这边是吧 对 这就是他家 我们敲门 来 让我敲儿子 好 开门 开门吧 你们来哪呀 你说我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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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别弄好 来来来 不用走来 来 动不动走 冷静 冷静 来 冷静 冷静 来往这边站 往这边站好 来 冷静 冷静 来 我先听我说 我告诉你我是谁 听我说 我是北京律师生活所的 我姓周 是你老公老师听好了 这是不是你老公我就问 是 怎么了 好 听好了 我今天受你老公 赵大勇先生的委托 来找你们 要回这个彩礼前 以及离婚 以及 这个关于精神赔偿的问题 听懂了吗 一共20 没完了是吧 你不知道吗 干什么事呢 来 来 不用吵 来 我先问 我先把这个事情给你清楚 我先问 你生这个孩子 是你先生的吗 你爸 你跟我说 不承认是吗 来把证据拿出来 死不承认是吧 我看一下 真的假的 结婚六个月就把孩子生了 还不承认 早产不是假的 早产来来来 说假的 咱不用动手 不用动手 亲子鉴定报告 不是白纸黑字 假的 白纸黑字说的很好 这话 不用说那些 谁 如果说你认为是假的 大家听我说 如果说你认为是假的 咱们可以再做一次 法院认可就行 你们不认为有关系 是不是真的 你们尤其是你啊 许许许女士 你心知肚明 来把这个拿好 来 我先给你捋这个事情 你们在一年多以前 你们把这个结婚证领了 然后就生了孩子 我们调查了 清楚你也不用狡辩 你也不用不承认 你不用说都动手啊 我告诉你女士 你也不要动手 挺好了 你叫他就是真的 挺好了 对 我叫他就是真的 你女儿我就问你 你女儿有没有一个前男友 是不是和他谈恋爱了 你的女儿 我问你啊 你能可信吗 你值得可信吗 你值得信任吗 你这个不要脸的 我就说他听话了 我告诉你 这么说话 这个大伙的嫁给我们家 不管不顾的是吧 谁呀 可以管了吧 那给我说 可以管了吧 咱们先不吵 你们如果愿意吵 我给你们三分钟 你们来说 你们说不说 不说就听我说 我告诉你 你的前男友 把你抛弃掉之后 你怀孕了 你想找接盘侠 然后就找到了 你当时的相亲对象 赵大勇先生 不用狡辩了 我们调查完了都 好吧 然后 当初你们相亲过 当时没有看上他 后来由于你前男友 给你抛弃掉 没有办法 因为怀了孕 想找接盘侠 就找到了 他的母亲说 愿意和他儿子继续相处 你怎么说话 我怎么 是你亲我愿 没有问题 但是 你隐瞒这个事实真相 对啊 你在婚后和人领了结婚证之后 就是婚前 你们发生了关系 领了结婚证 办了酒席 生了彩礼 然后 不和人家生活了 再人家住了两天 直接就回娘家来了 你还有脸说 你还有脸说 你还有脸说照片不好 你跟我家来吗 你说管不管 他没有管吗 他没有管吗 你也不管 你也不管 让左林又再听一听 你也知道不用 不用就好 那听好了 今天没有人想和你们吵架 也没有想和人打架 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三个诉求 第一要求离婚 第二要求退还18万的彩礼 一分不能少 第三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 一共是三万元 加上这一米还说没有照顾你 你怀孕期间 人家以为是他儿子的亲生骨肉 他忙前忙后 给你送多少的营养品 包括给你送的是私立医院 私立医院的抛股产 就三万块钱 一共加钱是五万 还愿的事物吗 没有管 行了行了 我就发现你 你这个当妈的呀 我就发现 不用说那些 所有的钱 所有的票据都有据可依 我们 我先跟你说第一个 我求不起了找我们要钱是吧 谁呀谁不要脸 谁不要脸 谁不要脸 来不用吵了 你两个结婚 谁不要脸 你还不出租给我 我孩子带你帽子 谁带你 来来来 咱们两个也不用吵 交给我 我来帮你们处理好 好吧 来 听好了 第一件事情离婚 我就问你离还是不离 离什么婚呢 不离什么 你上我家多少次了 求着我给你结婚 我多少年 咱们不动手 听见了吗 什么叫人家愿意 你要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就再问你最后一遍 离还是不离这个婚 你那不懂法呀 我也懂 我今天也给你普通法 你给谁补法 补乳期内 一年之内 不能离婚 你还真不是一个法吗 你还是懂点法呢 我告诉你 你真就是个法王 一直半解都能拿出来说 你说的没有错 补乳期内是可以不离 男方没有权利 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 什么 你还了你前男友的孩子 隐瞒了事实真相 有重大的过错 根据明法点 婚姻关系的这个解释 你这个属于欺瞒事实 有重大的过错 隐瞒了你的老公 生了别人的孩子 这不是他亲生的 放屁 这个不用放屁 就是不要脸是吧 这你不认为 你不用抢 所有的亲子包括建议这都有 我们递交到人民法院 法院就会支持 我们离婚的这个诉求 所以说 所以说 他妈 他妈也不要了 他妈也不要了 他不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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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都不要吵 吵能解决问题吗 我就问 今天来回解答 我告诉你 我就解决这个婚姻问题 所以说 对我就来要钱了 这个婚不是说 你说不离就不离的 我们直接递交人民法院 法院会接受我们的诉求 这是其一其二 关于你们的彩礼是18万 也要一分不少的要退回来 闭嘴你只会这一句话是吗 没别的话说了是吗 谁穷谁不知道吗 凭什么就凭法律 法律规定 如果说即便结了婚令了结婚证 没有长期的婚姻共同生活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民法典也是可以要求彩礼全部退还 你们一共就生了 来来来来 你说搬回去就搬回去 现在是人家不想和你结了 不想和你过了 对 不是差几天 来咱们不吵 咱们不吵 所以说关于彩礼的事情 从法律角度来讲 也会一分不少的税 第三点 也就是精神赔偿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之规定 那么你还了别人的孩子 是属于重大的过错方 无过错方就有权利要求 你这个过错方 对他进行一个精神赔偿 我们要求就是三万块钱 加上你这一直以来一年多的 包括你的住院费 产检费 以及你的生孩子的费用 一共是五万块钱 包括你的营养费 抚养费用 那么五万加三万是八万 再加上一个十八万 共计二十六万 一分钱都不能少 今天必须要还给我 就这样的孩子吗 生不就完了吗 谁是你 你不是想要一个种吗 你去得路 还说这话 你去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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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情 我去得路 你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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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动 咱不动 咱不动手 咱不动手啊 动手咱就不站住 好了 今天所以的话没有当时 当时什么 熟的跟我姑娘结婚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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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谁秀子唱 谁秀子唱 既然这样 你拒不偿还 你拒不偿还 那么涉嫌构成 刑法三百一十三条 叫拒职罪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军役并处罚金 这个时候你又会说啊 你是哺乳期 又不能判你刑事犯罪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一旦过了哺乳期 你依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没有给你开玩笑 没有给你危言耸听 你就想一想 你才不到三十的年代 二十多吧 如果说在高强铁床里面生活 有了刑事犯罪记录 闹得人尽皆知 我就问你后半生 你还想怎么顾 你管有人吓唬我啊 没有人吓唬你 如果说你把钱还了 就了是 当初 这个 不是 这位大姐 你就会说这话 还有别的词吗 还有别的话吗 那这样吧 你就等着说法要传票 你就看我能不能给你送礼 咱们走吧 等什么 进来聊 进来聊 没有聊 如果说你们依然这个态度 我们可以不聊 不要动手 直接转账 来咱们进来 你还不怕多人 你还吵就来 来来来 把门开开 你们可以 我开着门呢 你们可以再大点 不要说话 来 你们怕丢人是吧 我现在门开着呢 你们可以再吵再闹 来 今天把我们叫回来 就把这个钱还了 挺多二十万块钱 没有那么多 那这样吧 确定是吗 我再给你机会啊 那还是那么多钱呢 啊 就是 你是听不懂人话 是吗 你不用说那些了 你和你老公睡不睡 那老婆和老公睡觉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死了 没了 啊 有你这么个老婆 你老公我估计也活不成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这么说话了 你娘娘干人家不要脸的事 不要人说了 好了不说了 他上哪的起立我姑娘 不是我们要把姑娘 我就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如果还我们就留下 和你们等你们转账 如果不还我们就递交人民法院 过两个月这个钱也会一分不少的 到我委托人的账户上 听懂了吗 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商量 就三秒钟 三 二 回来 哪个卡 快点当初给你转彩礼彩礼的那个卡 转回来就行了 一二十六万一分都不能少 真是新鲜的 你说挺好了 你干这个事才挺新鲜的 你干的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 五万钱啊 二十六万 十八万的彩礼 五万的住院费补助费 以及这个抚养费 还有一个三万的精神赔偿费 快点 你可闭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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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 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不要脸的人 你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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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对你说的没有错 不要脸的人都是这么挣钱的 对 没有底线的人就是让女儿 就干这种缺德的事啊 过去了吧 说到了是吧 说到了 咱们走咱们一句话不要 一句话都不要跟你说 一句话都不要跟你说 我们来来咱们走 我要和他们多说一句话 朋友们啊 法律保障公平正义 不容违法行为 破坏婚姻的神圣 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是您身边的法律朋友 周老师 随便快点 多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